向有心声,一切就在一掌中 大家好,我是云鹤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如何看名声在外的人的手相 我们看这个手掌 那么所谓说,名气大小 要看命运线 那么什么是命运线呢 我们知道手上最上面是一条感情线 中间是智慧线 下面一条是生命线 在三大主线之外呢 那么从手掌根部 也就是砍弓向上 那么有一条线 这条线我们把它叫做事业线 也叫命运线 那么这个条线 主要看一个人的名声名气 那么如果那一条命运线 从砍弓边上的月丘这个位置 那么斜上来 向这个土星球呢发展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容易受大众欢迎 不要说呢 这个有幸运之相 那么如果加上一条 比较深 直的 这种太阳线 这个助力 那么这个 命运线呢 又非常的秀直 没有扎闻干脑 而且穿过了 一线感情线 那么就代表啊 此人 有可能称为 影星 歌星 和出名挂号的运动员 舞蹈家 以及威小家等等 当然这个呢 还要结合呀 除了这个太阳线的配合之外 还要结合这个掌型 这个掌型呢 要求这个手指比较长 而且呢 是比较细长的 那么这样的手 一般都是呢 这个 艺术细胞啊 这个比较有天分的 所以这种人 容易呢 储明啊 容易呢 这个明远天下 所以我们在 看这个 人的 储明程度上 我们呢 可以从这个 视野线上 来看 另外如果这个视野线 如果起了一个生命线 那么 另一条视野线呢 从手上根部 然后呢 向土星球呢 延伸 笔直的上来 这叫做呢 双生命线 这代表啊 小时候 能够得到呢 这个 父辈的助力 或者亲戚的 这种啊 帮助 那么视野线呢 能够有一个 非常顺利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 如果 视野线 从生命线的根部 向上 那么就代表啊 此人小时候 难以得到啊 父母祖辈的 这种助力 只能啊 靠自己的奋斗 啊 容易呢 取得成功 好 今天呢 我们呀 就简单分享这么多 相不足论 那么又首先 面向困惑的朋友 欢迎自己交流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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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